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依据没有好转的迹象 包括中东方面我们知道刚刚也是召开了OPEC是达成了初步的一个减产协议 那么对长期的油价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不错的支撑作用 那么再回到英国欧洲方面呢 目前呢英国也是要面临12月的一个选举 那么以及未来一月份是否能够顺利脱欧的一些新的政策变化 大家呢资本市场对于英国英镑的一个表现预期还是不错的 那么目前英镑的价格也是回升到了1.3亿 那么今年以来从最低点到现在 基本上已经上涨了近千点 刚刚呢我们看了一下英镜镑和澳元的 就是镑澳的一个汇率变化 那么在8月份以来呢 镑澳的价格已经是上涨了接近2000个点 所以呢涨幅还是非常大的 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呢 大宗商品类的这个澳币的属性 就会受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抛售或者是打压 因此呢在过去11月份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澳元呢表现是最差的下跌了2% 但是相比于其他国家来讲的话 新西兰竟然表现出色 那么目前11月份的新西兰纽币的表现呢 是上涨了0.1% 因此呢澳元对纽币也是下跌了超过2% 从1.08的高位目前已经跌到了1.04 跌掉了400点 接近4%的跌幅 那么长期看的话 在过去50年10年20年甚至30年50年的一个大周期里面 澳元对新西兰纽币 但凡跌到1.04下方都是非常不错的买入点 因此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新的进场机会 那么1.04的位置往下呢 其实在宏观分析来讲的话 它最多呢也就是只有三四百点的一个下跌幅度 所以大家如果是有机会的话 还要尝试一下 可以适当的去看涨 那么除此之外啊 目前马上就要公布的这个 中美贸易方面的一些谈判和税收方面 在15号就要达成一个初步 到底是否是继续加关税的一个决定 因此呢大家要关注这一个政治的层面的一些变化 那么细微的变化呢将有可能会引导未来股市在近三个星期的一个走势 并且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股市是突然有所下跌 那么今年会不会带来目前的一个下跌的预期呢 其实在没有经济问题或者没有政治不稳定性的情况下呢 12月往往是股市涨幅比较明显的一个月份 也是大家丰收的一个月份 很简单啊 大家呢是希望12月作为收官之月表现出色一点 这样的话作为基金或者是机构啊 他们的分红奖金也是不错的 因为大家呢需要为明年的这个业绩打下一定的基础 并且呢最近美国的经济数据是非常不错 包括飞农数据是远超预期接近40%的一个数据啊 所以长期来看的话啊 只要我们的中美谈判比较顺利啊 不会出现继续新的一个升级版的摩擦 那么股市方面还是非常有所期待的 在最近呢还有Airbnb有上市的这个信号啊 大家也是收到类似的信息 看是否考虑是否要投资Airbnb的一个IPO项目 那么相比Airbnb呢 我们知道类似的企业有很多 比方说VWork共享经济 或者说是OFO共享单车 或者是共享充电宝 包括这已经是上市的Uber共享汽车 那么这些在共享领域 到底是这些公司表现如何呢 其实在过去VWork上市失败 我们就能够看到啊 软银集团大代价呢 买了一个负资产 然后最后呢还抛售不出去 只能是自己啊 难受的把它给自己给吃下去 这块难啃的骨头 那么在目前看共享经济里面 基本上还没有谁能够赚钱 Airbnb呢虽然在去年实现了盈利 但是今年依旧是亏损的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它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什么 但是商业模式上的一个突破呢 它是提升了目前的一个市场占有率的速度 但是呢市场占有率所维持市场 或者拓展市场的成本 依旧没有降下来 啊降下来 所以呢它有两大成本 一个呢就是广告的一个推广 是货客与货客端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维护房东的一个维系端 那么在前端和后端呢 它的维护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再加上它受到的是行业周期的影响 那么地产啊 商业地产 那么目前呢还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呢我们知道旅游业的地产 旅游类的地产 酒店类的 其实呢已经是在下滑了 因为大家的消费水平呢 其实是在整体下降的 所以呢未来 如果是Airbnb在今年美国股市 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上市呢 并且估值又过比市 就是有所上升啊 因为它是大摩或者是高盛 给估值的时候呢 也会给的比较高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大家在IPO的价格去投啊 就有点像当年投小米一样 所以我们认为 只要它在二级市场上 上市的价格不是历史最低价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买IPO 可反而可以在二级市场上 等到它的价格跌破IPO发行价的时候 我们再进入 那么这个观点呢 大家也可以去参考 所以呢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面 GoMarket在二级市场上的 一些公开推荐 包括股票 那么有时可查啊 有时可见的一个情况下呢 我们基本上做到了 接近30%左右的一个 整体的一些投资推荐的回报 这个呢回报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呢我们大部分呢 推荐的股票都是大盘风险低 然后呢以消费啊 或者是防周期的防御类的股票为准 包括Telstra啊 包括这些消费COS这些 现金流也比较充沛 相对也比较安全 那么资金呢在避险的情况下 又希望股市上涨 那么这种时候呢 这一类的股票就会引来 大量的一个买方 除此之外呢 大家依旧是要做好 新的一个投资决策的规划 因为我们也是一直在强调 像过去buy and hold strategy 买入持有 中间不做波段 那么这样的一个投资 在未来呢可能会稍微面临一点 调整的必要性 另外大家可以适当的对冲风险 包括做空个股 包括做空指数 或者是买入黄金 那么适当的给自己的养老金 上一个保险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